昨天民進黨的推得被抵討1200塊的月票 因為像包括昨天新北市都是10億預算 基隆11、桃園11 因為其實雙倍也曾經評量過1280 那你怎麼看他到底是不是國警課別人出席 你怎麼看你 1280的政策我們已經推出好幾年了 我們在當議員的時候希望自政府推 然後大概已經四五年 這四五年我們都是用市府的 自己的力量在做這件事 那突然間那時候的部長也應該林家隆也在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都沒有想到要做這件事 突然間選舉的時候突然拉出來 因為這個精算起來 你看台北北北基比較容易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閉會區 所以說像把其他的全部拉進來 他們有那麼遠的縣市 如果他加上一些公車一些轉乘 這些加起來 他的我不知道他那個是怎麼算出來 而且降的比我們都會去海底 你覺得對桃園這種縣市來說 他們負擔得起嗎 第二個中央如果要給錢 他重點在於說 這個是讓通勤族來做 還是說讓更多的人回到這個大眾運輸來 政策要有他的復必性 而不是單純的發錢 如果你只是讓原來在通勤的人 減少他的費用 還是說你有增加用自有運氣的人 跳過來做公共運輸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如果政策不能把用自有運氣的人 跳過來用公共運輸 這個補貼是沒有意義的 那怎麼看就是說 如果說中央補助的話 中央補助30 但是交通部說 他們一次性的補助 其他還是要由地方政府來 我就跟你說 他每年 他像去年調升的那個4%的軍公教 第一年是由中央補助 第二年就是地方政府製成 中央永遠玩這種把戲 我今天開了一張支票 就地方政府買單 台北市新北市我們本來就自己在運作這件事 那接下來你說像這種其他的城市 他們能夠負擔得起 重點不是在於這個 重點是你一個政策 你沒有長遠的規劃 然後你開了支票 就是爭取這次選舉的勝利而已 我覺得這樣子非常不可取 台勝劇律不能因為這樣子 而成就某個政黨的利益 好 是 überall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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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